黑眼圈呀,很有特色的睫毛呀,五颜六色的眼白呀,各种小花花小星星小星星 哈喽大家好,我是关刀头鸭 你们的打人区up主又上线了 眼睛你们都没少画吧 很多人最爱画的就是眼睛 没错吧 在课本上画的全是眼睛的扣移 但是你们真的画对了吗 今天就来总结一下新手画眼睛最容易犯的五个错误 如果你中枪了就把中枪打在公屏上吧 一,极端透视 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错误 非常常见 就是当你画45度侧脸时会很明显的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然后你就会说,诶,这个是透视啊 今大远小吗不是 但是其实啊,我们的脸这么小一个 而且俩眼睛它俩住的也没多远 有透视,但是很小 拿个露露给你们举例 再拿个三三娘 可以看到眼睛的透视真的没有那么大 除非你要画这种很夸张接近广角的透视 但是你其他地方又没这么画是吧 所以这样画眼睛就会很奇怪 同样是米山文老师的作品 你看侧脸都这么侧了 接下来第二个常见错误 来5秒钟回答一下这个眼睛错在哪里 5,4,1,2,3 对,答对了 我们刚才说完两只眼睛的大小问题 现在来说一说形状 我们单看这只眼睛,没有问题 再单看这只眼睛,也没有问题 但是放在一起呢,我们就能注意到 它一个眼角是上调的 一个眼角是下垂的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 然后呢,你就又要说了 这不是透视吗 然后这个眼睛侧过去 它不就成了那种压缩了 不就这个形状了吗 好,既然说到透视呢 我们就严谨一点 我们来定一下这三个点 然后找对称咯 好,下眼皮这条线差不多平行连过去 没问题 眼角这个点连过去 咦 最高这条再连过去 嗯,好像根本找不到点在哪里 你跟我说这要透视 也有人会反过来 这边上调,这边下垂 正确的画法呢,是这样的 看出区别了吗 透视呢,会导致眼睛压缩 但是最高的点仍然还是最高的点 睫毛也还都长在它该长的位置 3,忽略遮挡关系 啥意思呢 很多人喜欢这么画眼睛 就是瞳孔上面呢,会露出来的多一些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样就会显得人物很元气,很精神 但是呢,如果它没有立体的那个思维 像它画俯视,甚至朝下看的时候 它也会像画正面一样 把瞳孔上面露出这么多 但是俯视呢,它本身就会有一个 眼皮和睫毛遮挡的关系 你这个角度长这样那么画回正面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画面突然恐怖了起来 侧面也是一样呀 我见过的 对呀,两只眼睛都是看着镜头这边的呀 没问题呀 你也只有两只眼睛 它俩没有那么大透视 所以我瞳孔也画的一样大了呀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的眼睛相近那个眼眶里的 这边的眼皮也是会有遮挡的呀 甚至你再测一点 鼻梁也会有遮挡 最近很多人画人体俯视 为什么会觉得俯不下去很奇怪 就是因为他会觉得 正面该有的这些东西 即使换了角度也都要有 他就都给画出来 但其实如果真的要俯视呢 它很多东西就会变得看不见 这就是忽略的一个立体的遮挡关系 四,瞳孔位置 这次说的瞳孔是眼睛中间深色的 这个瞳孔,瞳孔本孔 正面这样没有问题 那这两张角度的瞳孔位置 应该在哪里呢 这样 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 眼睛是一个球体嘛 但是更准确的画法 其实是要这样的 因为我们看小猫的眼睛 其实就能看出来 我们的眼睛最外面的部分 其实是有很厚的一层透明的结构 来超科刚学完生物的 告诉我这个叫啥 所以瞳孔所在的位置 其实是要再靠近内部一点的 像这样 五,水平翻转 当然在这个电汇的时代 我们不是不让你用水平翻转 但如果你要翻转 那么你在画这个单只的眼睛时 需要把它的位置 大小瞳孔的位置 睫毛的宽度都画得非常准确 你翻转后才能没有为何感 如果怕画不对称 可以草稿翻转一下 线稿再单独勾 这样的话也可以 让画的眼睛更自然 不会死板 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睛 也没有完全对称的嘛 总真的还是建议 新手刚学画画 还是不要凭感觉直接下笔 好好打参考线能 避免很多最开始的错误 也避免了一错再错 基本结构都不对 就不要着急学人家画什么 黑眼圈呀 很有特色的睫毛呀 五颜六色的眼白呀 各种小花花 小星星小兮兮 这样的高光啦 那么如果你中枪了 或者喜欢这些视频 走之前不要忘记给个三连 还有关注关注关注我呀 谢谢再见啦